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的民国人物是林语堂 在社会生活中 语言的力量有时是非常强大的 就我们中文而说呢 有一部分是从古文传授而来的 包括在传统文化中沉淀的一些礼语 还有呢是英文 一部分是从日本咱们转介过来的 比如说一些学术的语言 这个政治啊经济啊这些 还有一些是由我们中国的翻译家 把他们精心翻译出来 介绍文章最后流行于是 比如说有一个英文单词叫 最早呢译成中文的是王国维 他译成欧姆亚 后来又有很多的译法 比如说李清牙的女庙 陈旁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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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 广位流传 渗透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林玉堂先生呢 也因此被叫了幽默大师 这道是明智实归 他这一生啊 妙语无数 所以我们今天这故事 肯定很好玩 他半杂志写文章 搞演讲 无不是在讲求一件事 快乐有趣 所以他的口头禅呢 就是人生在世 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 有时给人家笑笑 林先生很推崇幸福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happy 他把它呢 简单的理解为 一 睡在自家的床上 二 吃父母做的饭菜 三 听爱人给你讲情话 四 跟小孩子 做游戏 嗯 所以呢 你越品味 他这个简单的东西 真的是露心露肺 当然了 最快费人口的一个段子 那是1962年在巴西 面对着万人空下 太多人崇拜他了 林语堂演讲 他说 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 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 屋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 有个中国厨子 娶个日本太太 当然喽 再找个法国情人 民国那会儿啊 很多男人不适应一夫一妻子 尤其是传统的那些男人 郭鸿鸣呢 就比喻为 哪有一个茶碗 配几个茶壶 那都是一个茶壶 要配几个茶碗 啊 后来面对着轰然叫好 林语堂呢 引用了金庭美礼 潘金莲的一句话 哪有一只碗里 放了两只羹手 还不是冲创的吗 嘻嘻皮来 令人哑然思想 林先生还解释 为什么文人之间相骂不休 绝少有人去骂军法 他说 这就与向来妓女骂妓女 而不敢骂嫖客 是一样的道理 林语堂 似烟如命 咱们常说的一句话 饭后一只烟 晒过活神仙 据说 就是他发明说出来的 有一回啊 他和初次见面的 钱木聊天 两个手指头夹着香烟灰 越来越长 他越来越长 钱木就很担心 怕掉下来弄脏了地毯 嘿 也就是似乎在漫不经心之间 那烟灰几乎全部延完 也没有掉落 钱木 通过这件事 感触很深 他说 我行我书 只是林语堂的表象 其内心深处 其实自有分寸 他认为 语堂之幽默 在我看来 尚不专在其 紧抽烟卷之一面 乃更有其 烟灰不落之一面 林先生呢 在依稀话 曾经写道 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 其文化必日趋虚伪 生活必日趋欺诈 思想必日趋迂腐 文学必日趋干枯 而人的心灵 必日趋顽固 1895年10月10日 也就是甲午战败那年 林语堂 出生在闽南的一个乡村牧师家庭 家里五男两女 一直到他五岁 都没有离开过 张州西西的大山 那个时候呢 林语堂有很多的幻想 比如说 他想长大后 开一个辩论的商店 还解释 说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行业 而是说 在一个商店里 参加论战的 一边向你挑战 你可以称一个白东西为黑 或称一个黑东西为白 对方跟你进行 博便 你看他 挺能想 由于祖母呢 是位基督教徒 父亲林志成 24岁 曾进入神学院学习 在当地 颇有影响 有一次 税吏 就是税务官员 欺负卖财的人 他仗义直言 把官司打到县里 愣把税额 给降了下来 而且呢 他还有幽默细胞 有一天下午步道 男人们打瞌睡 女人们在聊天 这个时候 林牧师呢 就从讲台上 官下甚至说 主位姐妹 如果声音不这么大 这边的兄弟们 还可以睡得更安稳一些 小时候的羽塘很淘气 曾把大嫂身后的凳子 偷偷抽走 差点造成了流产 还有一回呢 他跟二姐争执 眼见雌云 他就在泥地里打了个滚 然后站起来说 你不负责洗衣服吗 现在可以干活去了 后来呢 因为家里没钱 美丽聪慧的二姐 没有能圆自己的读书梦 出嫁前 给他留了四毛钱 嘱咐他 一定要做一个 有用有名气的人 不久 怀有八月深润的二姐 换鼠疫去世 林语堂非常非常痛苦 后来他一直觉得 自己都是在替二姐 读书和努力 在厦门古浪语读书的时候 林语堂发现外国人有三类 一类呢 是传教士 穿着清洁无瑕的白衣 一类是水手 他们喝醉酒后在街上 乱叫狂歌 还有一类是商人 坐着世人大叫 对中国孩子随意的 拳打脚踢 他不明白 为什么西方人会分成 这个样子 因为他们都是坐着 同样的轮船 来中国的呀 儿时坐祈祷时 林语堂总感觉 上帝就在他头顶 几寸之遥 那让他很安宁 林家的男孩子呢 都读了大学 林语堂也不例外 在校就是三好学生 得志不用说了 网球足球划船田径 样样也都行 还破过学校的记录 林语堂代表中国呀 还参加过远东的运动会 诶 但是有意思 无论是在厦门的巡园书院 还是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 他都是以第二名毕业的 他倒自己觉得没什么 他说 嗨 不管做什么事 当第一 不一定总是好的 毕业后呢 林语堂是被清华请去 做了英文的教员 有一天呢 听学生讲到了 孟江女库长城 诶 他一物所知 也不好意思问 就悄悄跑到 琉璃场补课去 好在清华那时候 吻死方面 大思云集 所以学学问呢 很方便 哎呀 他觉得这差距太大 他就读书啊 最喜欢是哪本书呢 《红楼梦》 他觉得 哎 曹小新写的百话 才是最正宗 最精致的中文 这个呢 也称他 后来创作 精华烟云的初心 1919年 林语堂获得 校方的半额奖学金 哪个月也就四十美金 前去哈佛大学留学 第二年呢 奖学金没了 幸亏有胡适 悄悄地帮他 说是校班给 其实是他自己店 还有妻子的家里 捷继他 才度过了难关 后来为了降低成本呢 他就转到了 德国的莱比锡大学 哎 没想到 在那里的图书馆呢 搜集了大量的中文典籍 很多古迹版本 国内都没有 他就这么着 恶补中国文化 国学的底子 渐渐地 厚了起来 得到了 语言学博士之后 在胡适的引荐下 他这回去了北大 去做教授 这个时候 正是新文化运动 炉火炉荼之时 当时呢 阵营已经开始分化 以鲁迅和周作人 兄弟为首的叫语思 以胡适为首 叫现代评论 他们打起了擂台 可是 林语堂呢 没有站到恩人那一边 他出人意料 站到了鲁迅这个 他喜欢周家兄弟 无所顾忌的文风 他也成了激进的革命者 还画过一张图 叫鲁迅先生 搭八口图 1925年呢 李大钊领导首都革命 林语堂呢 也跟着臭热闹 他呢 在国外练的这个棒球技术呢 就用上了 他背了一框框的石头 参加这个战队 投起来 又准又狠 打得警察嗷嗷直叫 很快就被盯上了 据说 北洋政府那个 统计黑名单里 林语堂排47位 鲁迅排20亿位 有一天 夫人廖翠凤 生完次女回到家 发现他在写文章 哎 还有一个自制的 这个绳梯 就说怎么回事 林呢 头都没抬 说那是为了必要时候 跳墙逃走的 廖翠凤挤了 啊 那我们怎么办 我这抱一个孩子 托一个孩子 能跳墙吗 得了 实时务折 为俊杰吧 林语堂呢 就回到了厦门大学任教 后来呢 又把鲁迅等 好朋友也都结了过去 但是 呆得不是很顺 啊 总是受排挤 不久 都先后离开了 在上海期间 鲁迅和苏店老板 闹起了 板碎关系 林语堂居中调解 说着说着总觉得 哥们儿有一点太较真了 最后他俩翻脸了 互相骂起了畜生 多年的友情 就算是破裂了 后来林语堂办论语 做起了幽默文学 鲁迅却说 乱世之中 谈什么幽默都是扯大 无非是麻醉自己而已 还说 只要我活着 就要拿起笔 去回敬他们的枪 1927年 这是个很特殊的年头 国共两党分裂 林语堂呢 受朋友相约 叫陈友仁 到汉口的革命政府 担任外交部秘书长 半年之后呢 辞职就离开了 这也是他一生中 唯一的官场生涯 林语堂自己总结说 世界上啊 只有两种动物 一种是管自己事的 另一种是管别人事的 前者呢 是吃植物的 如牛啊羊啊 还有人啊 思想的人 后者呢 是幼师者 比如说 鹰啊虎啊 也有人 是行动的人 林呢 自己认为 自己是吃植物的 只能做一个思想的人 所以 决定再也不做 政治家了 他称说 对我自己而言 顺乎本性 就是身在天堂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林先生的一个趣事吧 那时候他在东吴大学兼职英文课 哎 开学第一天 上课林呢 过去了好久 他才进来 他拿了一个鼓鼓囊囊的皮包 然后微笑打招呼 打开皮包 里边啥呢 满满的带壳花生 他就开始说 大家来来 分分分分 很热情 一边分一边 用流利的英语讲 说啊 吃花生 必须吃带壳的 一切味道和风趣 全在于薄壳 这个薄壳越有劲 花生米就越有味道 然后还画风一转 花生米呢 也叫长寿果 朱军今天第一次上课 请吃我的长生果 祝朱军长生不老 以后呢 我上课不点名 愿朱军吃了长生果 更有长性子 不要逃学 则姓姓姓 三生有幸 学生们哪见过 这么有趣的老师 高兴坏 这林先生还说 来个请吃请吃 这时候 教室里是一片的 薄花生壳的声音 等到下了课 林语堂夹起皮包 飘远而去 之后 每逢他来上课 那肯定坐物虚席 林语堂还从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考试 采取的是相面大分 他呢 记忆力极强 几堂课下来 就能记住全班同学的名字 随时点子学生 回答问题 所以呢 每个学生的特点 能力和程度 他都了然一新 到了学期结束前 林语堂坐在讲台上 开始点名 看到啊 站起来的学生 就给写了个分数 哎 有些没把握的地方 再问上几句 结果呢 学生们都觉得 林先生给的分数 比那个英卷考试 还要公正 1935年 40岁生日时 林语堂做了一首寿诗 而今行年随时时 丧喜未伦四大夫 一点痛心犹未明 半师白病丧切无 好 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